也就是說如果你的單號假如是數字加1是OK 所以剛剛我有把這個地方做修改 改哪個地方呢?本來是20 把它改成S0020的話 那這地方要怎麼做?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以後你的單號是有文字跟數字夾雜的話 那首先的話你必須怎麼樣? 先把英文部分跟數字部分把它分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前面一定是S開頭 所以如果前面一定是S開頭的話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運算一定在後面這邊運算 後面這邊怎麼樣呢?先加一個S好了 那當然如果你這邊不用直接加一個S 你也可以直接用LAPS函數去抓第一個字也可以 因為我們假設確定是S開頭的話 AND什麼呢? AND後面的東西 那我必須把這一個資料裡面的後面 後面的四個字先切開來 就是把它分開的意思 所以左邊的第一個字是S 那後面的部分的話就是Write 所以你可以打一個Write 然後幾個字呢? 他就會問你幾個字 你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面 就是S是0020 你要幾個字啊? 透點 我的四個字後面一定是數字 所以前面一個字是文字 後面的四個字是數字好了 OK 但是你切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切過來是0020 但0020的話 如果你在運算裡面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轉型 我前面講過 如果是0020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那遇到的加 它會自動幫你轉成20而已 為什麼? 因為在加減伸數裡面沒有0020這種東西 不可能零開頭 所以它會先幫你怎麼樣? 先幫你20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0020加1的話 就是20加1 就21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現在直接按F8輸出的話 會怎麼樣? S21 輸出給各位看 有沒有看到 S21 OK 好像一種奶粉 但是這樣不對了 零零不見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你在輸出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就是你加完之後 請你把它格式化成4吧 就好了 格式化有印象嗎? 我們前面好像寫過 用test也可以 有沒有 第一堂課好像就是用test 那VBA裡面它不叫test 它叫什麼呢? 它叫 還記得嗎? format 有沒有 錢瓜糊 format 有沒有印象? 第一堂課有講過 有沒有 其實這個format 跟那個 excel裡面的test 函數 基本上原理原則一模一樣 好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東西 它21 豆點 我要把它格式化成4 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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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改回0 0 2 0 因為剛剛已經被改了 所以把它改恢復 恢復之後的話再讓它Run一下 這樣才OK不然剛剛已經改了就不是4 按F8 OK 21了這樣OK應該可以看得懂 不過因為我們這邊分了很多段 所以其實你如果實在不OK 你可能可以把它分開來看 這個程式大概這樣子 各位再把它體會一下 做完之後這個方式就可以 當然你這個S 如果你將來數字不見的一定是S開頭 你也可以什麼 可以利用Laptor 這邊當然你可以改成Laptor Laptor第一個字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的第一個字 這個Range B2裡面 豆點一個字 這樣也可以 這樣切出來的話 Laptor的第一個字 一樣是S 所以做出來應該也OK 所以這邊的話 當然我們就是 如果把這邊再執行 其實結果應該一樣 就是加1而已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單號加1 那我這邊的話 也有把程式寫在這下面 如果編號是S000X的這種格式的話 那就稍微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箱 試一下